Lan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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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大家好 又來到問問Doc Talk的時間 上次跟大家說過 如何提升 細單位的空間感 和實用性 今次跟大家說一下 不同的間房的形式 其實間房的形式 總共分三種 第一種就是墨幣式的間房形式 墨幣式的間房形式 最常見的例子就像睡房 廁所一樣 即是做一棟固定的門 和一棟固定的牆 去將兩個空間分開 難道你的廁所就完全不做牆 和不做門嗎 第二種的間房形式 就是用半開放式的間房形式 有些像我上次的影片 講說把你的房間的 半部長 改為一個巨彈性的活動門 當你沒有客人的時候 你就可以拉開門 令到你整間房間的空間感提升 這就是半開放式的間房形式 而最後一種就是沒有任何間房形式 最常見的例子就是用不同的傢俱 或者不同的櫃 去將兩個空間分開 例如你可以用一個電視櫃 或者用一張沙發 將飯廳和客廳的兩個空間分開 好了 今天就先說到這裡 下次就和大家深入探討 究竟沒有間房的形式 怎樣可以有不同的方法做到它的效果 問問多多 宜蘭逐個足 拜拜